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現在為大家更新疫情資訊。 澳門昨天新增4宗陽性個案,都是在管控中發熱。 社區連續兩天說零新增,應變協調中心說道, 24小時內新增陽性個案,包括紅馬區及醫學觀察酒店有4例, 沒有其他地方再發現案例。 由6月18日起計,1814例,通過療行病學調查一共跟進22,955人次。 而另外,今早勞工事務局副局長陳元彤在澳門廣場再次回應關於核酸採養員的招聘問題。 他又說,現在勞工局求職者登記中,有600人有意認證核酸採養員。 今個月7月6日到22日,有94人透過招聘,局方成功獲得招聘。 目前有關公司還有126個空缺,預計會在今個星期內進行配對。 有機構申請了100個採養員獲批。 陳元彤就說,他不認為因為預先批出外勞額而少請本地人,至今已經請了200個本地人。 他說在行政數據上反映外勞未來到,被問及會否減少已經批著的外勞額呢? 他說外勞是補充本地員工的不足,如果成功請本地人,他說外勞額肯定不應使用。 同時他又說到,說絕大部分有意認證的澳門居民,都是希望做兼職採養員。 但公司招聘的就是全職,認為兼職不穩定性在這裏,問題會反映在核酸輪候的時間上。 所以勞資雙方都要協商,不可以強迫任何一方。 那麽新聞的內容就來到這裏,由數據上看到,有600人去應徵126個空缺,其實比例都頗高。 然後他又提到,說有部份的人說想做兼職,但我這樣說一句,如果他們公司全部都說是招聘全職的話,那我相信來應徵的應該都只會是全職。 再加上,其實你說如果那100個外勞眾未來到澳門,那為何要這麽早批了出來呢? 既然在澳門你都說可以請得到人有600人去應徵126個空缺, 跟著又說到那100人未必會用,那麽其實不如咳軌了它,咳軌了它,那你600人那裏再請多100人,那麽就解決問題咯。 你連勞工額這個,這個東西都可以咳軌了,如果是照這麽說。 我看回他那個情況的話,他這100個內地的勞工額,是很早就已經批了出來咯。 其實你就算搞買賣,你辦賣證,搞其他東西都分分鐘要大半個月,那其實請澳門人才是最快咯。 反正是不是都要培訓的咯,不如你留點工作給澳門人咯。 那麽去到現在,還有126個空缺咯。我不知道這126個空缺到底幾時才會請完咯。 那麽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咯。大家有啥想講咯呢?下邊留言咯。 那麽我們就下集再見咯。拜拜!